正经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家长,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非常欢迎各位来到今天VPACS的现场 我是职业教育服务有限公司的Brian 陈志豪 VPACS是香港职业训练局VTC在内地的运作中心 今天特别感谢大家,欢迎大家在小年这个佳节来到我们VPACS的现场 收听这个职专毕业生流港计划VPACS的讲座 那除了在现场超过100位的家长同学们 我们在线上也已经有超过300位的观众 在同时收看我们这个直播 那正于我们刚才的视频也提到 展翅高飞,未来可期 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非常受同学欢迎的一个 是航空运输及物流行业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领导企业的代表 还有我们VTC的老师团队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分享 还有解答大家的疑问 那开始之前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嘉宾 首先是VTC的高级主力执行干事 汤炳康教授 非常欢迎汤教授 还有VTC内地及国际事务处处处长 熊思成先生 Steve 移中航空服务有限公司业务托检总监 陈伟伦先生 Warren 香港空运获占有限公司 人才及文化主任 严子华先生 Jason 还有他的同事 我们的助力经理Alvin 非常欢迎 接下来是VTC的老师们 是我们旗下的香港专业 Yan Ivy的商业系系主任 钟志斌主任 工程系高级讲师 卢永泽先生 谢谢Eric 最后是酒店级旅游学系 属里高级讲师 叶玉琼女士 欢迎叶老师 今天的讲座分成六个部分 我们有六位的演讲嘉宾 到讲座的最后三十分钟 我们就是问答的环节 那除了现场的朋友 可以举手发问 那我们线上的朋友们 也可以在讨论区发问 我们的老师会解答你们的问题 那现场的演讲嘉宾 也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我们还有抢福袋 还有抽奖的环节 那所以大家可以非常专心的 听着我们的讲座 那现在事不宜迟 有请我们第一部分的演讲嘉宾 VTC内地级国际事务处处长 熊处长有请 好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这边听我们的 关于VTC和我们这个职专人才 职专毕业生留港计划的相关介绍 那么VTC 可能大家刚才看到 我们的宣传片了 那么应该了解到 VTC实际上到现在 已经成立了42年的时间 原来在香港 我们原来是个政府部门 但现在我们最主要的工作 主要是主持办学 那么所以我们在整个香港的话 我们下面的所有的院校 实际上每年有4万多的全职的学生 有20多万的培训量 是主要在香港 那么我们提供的这些专业或者专业群 基本上覆盖了香港大大小小 基本上所有的产业 包括商业 教育 设计 工程 IT 等等 当我们说到我们全职学生 4万人这什么概念呢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香港的很出名的大学 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的所有的在校生的数量 是36000人左右 那就是我们整个VTC 在整个香港的办学的规模来讲 特别是在职专教育这边 还是比较领先的 那么我们的在VTC 我们所有的提供教育 也是跟在香港的教育制度 是非常吻合的 就是在香港的教育制度里边 我们有一个资历级别 那么就是从证书到文凭 到高级文凭 学士 硕士 博士 那么是一体化的 这么一个阶梯型的 这么一个升学的阶梯 那么VTC所提供的教育的话 是实际上涵盖了 从比较初级的证书 那么到文凭 到高级文凭 学士 学历 全部 基本上一个全覆盖的 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在内地来讲的话 那么我们的内地同学 目前可以是报考 我们的高级文凭的课程 那么我们还有高科院 也提供 这个学士学位的课程 可以给大家 那么在这时候 可能有人会问 或者说 这个原来可能听香港的介绍 就说复学士 介绍了比较多 那么高级文凭的区别 到底在哪里呢 实际上高级文凭跟复学士 是基本上都是属于 同一个级别的 都是属于学生完成了 中学之间的教育之后 在本科之前 或者是中间的 这么一个教育的 这么一个阶梯 那么它和复学士 不同的地方 就是高级文凭 是会更着重于 职业教育的方面 就是以职业为导向 用一些更 职业为导向的教学法 来去提供教育 那么复学士的话 它更像一个偏研究型的 像大学的教育的 这么一个阶梯 或者预备班的 这么一种形式去做 所以高级文凭在 和复学士 就是属于同一个等级 但是教学的重点 和教学的方向 会有一定的差异 那么实际上 就是为了 在做这个职业教育 实际上我们VTC除了办学的一部分 我们也是在香港政府的要求之下 是和香港的各个行业 有非常多大的 或者紧密的接触 我们在香港政府的要求之下 实际上我们在香港 会组建不同的行业的 培训委员会 那么这个培训训练委员会的 这个作用 就是为香港政府来提供 相应的人力需求 跟人力培训需求相关的建议 那么实际上为了支持整个 我们今天的最主要是 这个运输物流业的这么一个发展 实际上在这个VTC 我们也下面会组织 这个运输及委员业的 这个训练委员会 以及海市服务训练的委员会 相关的委员会 那么大家问 那如果来香港学习 我们为什么来去要选择VTC呢 我们觉得香港在办学的优势上 可能会集中在这几点 一个是香港的职业教育的 一个发展情况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整个香港这个都市 还有一个连接都市的 就是连接世界的 一个衔接的这么一个优势 那么另外的话 从香港的这种教育和教育制度 以及大家都听说 可能都听到了这个职专 新的这个职专人才 流港计划的这个实施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更好的 为同学学生提供一个 更多元发展的一个机会 那么为什么想再提这个职专教育呢 因为看到小红书上 有的在说 我们这是一个计划 希望能够同学到香港来训练 蓝领啊技术工人的 这么一个发展 那么实际上呢 那这个在VTC的这个教学理念里面呢 我们不再就是我们的培养 并不光是一个技术型的一个培养 我们还是一个很全面的 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培养 那么我们是一直采用这种 思考与实践并重的这个方针 那么也要让这个学生呢 除了在学生专业技术的同时呢 也培养这个学习的热忱 和综合素质的一个提升 那这个举例来讲呢 这个我们这是我们工学院的学生 去参加了一个 他现在参加了很多年了 这个一个太阳能汽车的一个比赛 那么这是一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呢 这个通过参加或锻炼项目 那么学生在这个参与项目的同时 固然去学习了很多 这个关于工程或者汽车维修 下面的这个知识和技术 但是更主要的情况呢 是我们在项目的过程中 要训练同学们 你会去发现问题 那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它 那么然后整个的项目会怎么呈现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们要造一辆车出来 它牵涉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光是 这个工程或者维修方面的这个知识 它还牵涉了很多用电方面的知识 能源方面的知识 一些IT操作的一方面知识 那怎么能够在这个综合的项目中 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好 那这个情况也是很多目前在企业中 实际上工作当中大家会面对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工作中面对的很多问题 都不是单一学科的问题 那我们所以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它绝对不是光是一个技术型的一个教育 它还是很全面的这么一个 我们采用很先进的教学法 跟这个综合的一个素质的这个教育跟提升 那么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 我们也在不断地去增加我们的教学的投入 提供更先进的这个教学的设备和设施给大家 实际上目前我们现在建一个航空及航海的教育中心 那么预计的话2025年就是明年会落成 那么如果是今年有学生 今年9月份能够来我们学校的话 明年的话就可以享受到这些新的服务设施的服务在了 那么关于联动世界 那香港一定是一个 就是在这个地区 或者我们都是很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那么它一直提供很强的世界型的教育水平 它有着这个整体的教育水平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另外的话它肯定也是国际型大都市 它是一个很东西方交融的文化的一个地方 也充满了这个活力很不一样 那么大家在深圳肯定是去香港 大家都肯定是也比较熟悉了 那么我们学校也会很多的支持学生去不同的地方 去研学参加活动 为了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看到不同地向的 去吸取不同的经验和知识 平均来讲我们每年都会有五千多六千多的学生 有机会到海外去做一些研学的活动 那么基本上这个都是学校会有经费的支持 支持他们出去 那么我们跟我们合作的这个院校 在世界各地也有超过一百多所 那么我们同时间即使在香港 也有很多像这种不同的学术交流等等的这样的机会在 那么我们每年不同的学院或者不同都会安排很多的这种机会 邀请一些访问学者 或者是邀请一些国际办展的一些机会 给予学生更多的可以放眼世界的机会 那么我们每年实际上我们的学生 其实也一直在参加不同的世界型的比赛 那么他们在各种各样的比赛中 也拿到很好的一个成绩 包括说我们这个2022年 我们香港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世界技能大赛 相当于就是在技术比赛型的比赛里面 相当于一个世界的奥林匹克这么一个等级的比赛 代表香港队也拿到过一枚金牌 十二枚优胜奖牌的成绩在 那么所以说我们的学生培育出来的话 培养出来的话 它也是一个很多面手 各方面能力都会具备 我们在商学里面的话 商业学科里面 我们学生参加香港快递式工会的这种项目的话 我们基本上在2022年的时候 也基本上横扫了贯军亚军地军的表现 那么实际上各个学科 我们每年都有大量 我们的学生都有机会代表学校 代表香港参加大浪比赛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所以我们的毕业生呢 它的发展将来呢 一定是很多元化的 那我们的毕业生出来 现在在香港里面 已经成为很多的这种产业 或者公司的这种顶强度的这种人才 我们有这个行政整厨的这个 就我们的毕业生有成为香港知名酒店的这个行政整厨 有成为科学家 也有成为这个在商业里面 这个自己来创业 取得了很好的这个创业的成绩 那么也有在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公司里面 担任管理职务 我们的学员呢 等于是它的这个发展道路呢 是非常广阔的 那么对于内地或者外地生到香港的这种发展的话呢 那我们也是看到呢 香港和我们的计划呢 会给同学们呢 一个非常广阔的一个发展的机会 那么我们这个同学在完成了 高VTC高级文明课程 一个两年的课程之后 那么基本上呢 它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它可以选择留港发展 如果选择留港发展的话呢 因为我们现在新推出的这个 职专毕业生留港计划的原因的话呢 我们这些学生可以留港呢 去就业 那么当然取得于它的兴趣 和它的学习情况 它也可以选择 如果我不想去这个 这个马上进入职场 那我还可以 那么继续地寻找这种 本科继续学习的这种机会 那么也留在香港的话呢 继续深入地 就是继续深造 那么如果他觉得 香港的这种生活环境 或者他不是很喜欢 他或者他看到 内地的发展机会更好 那么他也可以回到内地 再去继续发展 那么我们现在呢 香港的高级文凭 跟内地呢 目前还没有达到一个 就是互认这么一个阶段 但是呢 大家应该留意到 在去年的香港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 已经很明确地提到呢 就是香港政府会跟 广东省教育厅来去推进 这个两地 这个高级文凭和专科学历互认的 这么一项事项 所以呢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现在还没发生 但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那么另外的话呢 香港的高级文凭呢 实际上也是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国际认可的 一个资历框架中的一部分 所以呢 它在很多的海外呢 也是受认可 那么学生的话 也可以凭这个高级文凭的这个学历呢 在校成绩的话呢 去申请海外的一些学校 继续进修的机会 那么 那么大家可能想问了 这个关于职专毕业生留港计划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大家可能看的新闻上都有报啊 看到小红书说很多东西 那么在这个呢 就是去年的施政报告呢 就是2023年底 10月23号 特首提出的 这个原文呢 就是说 允许来香港修读 政府指定VTC 全日制高级文凭课程的非本地生 那么在毕业之后呢 在符合相关条件下 留港全职工作 投入于课程相关 和人力需求的特定行业 那么全文是这么说 那基本的几个重点呢 那么可能跟大家再详细地再说明一下 那么第一呢 当然提到一个特定的行业 现在是有哪几个特定的行业在里面呢 那么在10.7的话呢 现在目前有五个行业 是在其中的 包括创新科技 机电 建筑 航空运输物流 还是服务 那我们在今天 那么这五个行业之内的话呢 目前只有VTC的指定的一些高级文兵课程 现在呢 被纳入了这个计划 那么今天 我们主要是做航空物流 还有这个运输的这个专场 那么在这个专场里面 就是我们的高级文兵课程 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一共呢 有七个 包括了客舱服务 物流 服务运输学 机场运输 航空系统 飞机维修 还有些海事的 这么一些科技 这么一些 这个课程 那么 那么如果要去实行 这样的 这样的 这个计划的话 肯定离不开 所有的业界的 这些支持 那么也因此呢 实际上是 我们在香港呢 最主要的 这个 我们很多的商业 业界的合作伙伴 都对这个项目 是非常支持的 那么包括今天 也在座我们请到了这个 开头和这个 香港的移中 这个地面 这个服务 航空服务的 这个 业界的相关的人士呢 专业人士过来 跟我们来讲解 这些行业 或者这些 这些行业在香港的 一些发展机会 那么 那么 另外呢 这个计划 这个 它的具体的 这个实行的 这个步骤 或者是 细节呢 是怎么样呢 那么 如果按照这张图 详细跟大家 透明的话呢 就是第一呢 想申请高级文凭的 课程的学生呢 就是 先 是要申请个 学生签证 按照一个正常的 一个申请的 学生签证 的一个情况呢 来香港 入读一个 大致上是个 两年的 一个高级文凭的 一个课程 那在这个课程 完成之后的话呢 这个学生 就可以有选择了 那如果 你想 这个学生 想在香港就业的话 那他在这个时点呢 就会申请 加入这个VPAS计划 那么 他在这个时间点 监察这个VPAS计划呢 那么 为了支持 学生 能够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能够顺利的 找到 合适的工作 那么实际上 在他第一个时点 去申请VPAS签证的时候呢 香港政府呢 应该会给予 一年的 一个 无条件 无特别条件 居留的这么一个 签证 那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边呢 那这些同学呢 都可以能去 尝试着 在寻找自己心中 比较理想的 这些工作在 那么之后的话呢 当你到这个一年的 这个 没有条件逗留的 这个签证 到期的这个情况 那你就要换取 一个新的 这个签证 在这个时间点下呢 这个同学就应该已经 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应该要去再换 一份签证 那么这一份签证呢 有效期是两年 那之后的话呢 再可以有一次延期的机会 那是另外的两年 那这两年加两年 一共四年的时间里边的话呢 那这个学生一定要去入职呢 跟其课程相关的 在特定行业之中的 一些全职工作 那也就是说 大家可能对比之前 这个 大家可能更了解更多的 这个关于这个 就是本科以上的 学生留港计划 的区别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计划 它有很比较强的 这种就业的一些条件 的一些限制 这个条件的限制怎么理解呢 那么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那怎么就要跟你课程相关 或者跟你的这个行业相关 这个特定工作呢 那比方说 我们今天是来去做 这个 这个 航空物流的这个专场 那么如果我们一个 读我们一个跟机场运行 相关课程的一个学生 那么他到香港毕业之后 他觉得 那我要想去参加保险业 那么行不行 那么这个答案是不行的 就是说 因为这个 第一跟他的课程不相关 第二保险业目前不在 这种特色指定的行业里 那么 所以说这个是不行 那么好 那如果是说 那么 这个同学 那么是说 如果我是 还是学这个 比如说我是学IT的 那我的IT行业 那固然我去IT 我如果去了 比如说微软或者联想 那我肯定在这个特定行业里 我能就业 而且跟我参与的这个读书的功能是相关的 那肯定没问题 那我如果我是学IT的 那如果我到航空公司的IT里边 来去这个部门来去认职 可不可以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IT这个行业有点特别 它不是光看你的公司 它真是看你的工作的这个性质 来去决定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呢 就会有一些特殊的限制 那么在完成了这四年的 跟他就是这四年的工作 这四年工作是有一些特定的要求之后呢 那学生可以再去 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呢 通常这个学生大致已经完 在香港已经居住七年了 那在这个时间点呢 学生可以选择我去换成一个永久居民 如果你换得一个永久居民的这个身份的话呢 那在你之后的留港期间 你就是等同于在香港的 就是永久居民一样 没有任何的条件限制 那么你当然也可以选择 如果不打算去换永久居民的话 你还是可以继续申请一种 这种就业的签证 来去继续留港 那当然就业的签证的话呢 在后续就是完成这四年的 有限制的这种 就业的 就业的情况之后呢 那么之后的话 就你的就业呢 就没有太多的条件限制 就只要你有一份正常的工作 那你就等于是你拿到了一个 这个一直留港 那么 VTC呢 在这个执行VPA之边 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那么包括我们要不停的 就是跟大家来去 对这个政策来去说明 那么我们当然也会提供我们的 这种职专教育给大家 在这个过程之中 也包括我们会组织学生跟企业的这种配对 店面来去支持他们 更好的走到行业里面去 那么在后续的管理工作 就是真正这个 这个VPA开始执行了 那么从这个 这个就是来申请 到最后的一些 这个执行的过程的一些监察 相关的活动呢 那我VTC呢都会参与其中 那么这个 我刚才看到有老师或者是家长 在那里挑东西 实际上是可以大家去 这个扫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大部分的刚才说的内容呢 在我们的公众号上 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提供的这个文章里面呢 基本上都会 有一些这个说明或者内容 那么特别呢就是 因为那个这个 就告诉大家 这公众号中的信息怎么找呢 那就是第一呢 你们会看下完菜单的时候呢 就看到一个流港计划 那点进去之后呢 就会有流港计划的这个介绍 那么也包括了我们27个 专业的这个具体信息呢 现在都列在了这个表上 那么你会含感兴趣 每一个这个课程到底是教什么 它将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那你可以再点进去看 那么基本上呢 在我们的内容里面 它会其实很清楚 你出来之后 那你的就业的 比较常见的工种可能是什么 那么另外 如果你考虑升学的话 那你的 在香港的一些升学的通路 在VTC旗下的 大概会有什么路径 给你去选择 实际上我们最后还有一些 真的是告诉你 每一个阶段的课程的一些安排 那基本上这些信息呢 在网上都能够找得到 所以呢 我这边就不花太多时间 跟大家解释 那么大家有兴趣知道的 一个是 这个到底我怎么入学 怎么申请 有什么标准 一个呢 我们在内地呢 一个是看考试成绩 就是你如果是拿到了 这个下级高考 这个考试成绩 比如320分 390分 400多分 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去 尝试申请一下 另外的话呢 但是也有要求呢 一定语言的要求 英文的分数呢 要超过80分 中文的话 要超过90分 那么 今年的话 在 另外的话 这个 参照下级高考的分数呢 我们不单单是 看应届的 那网届的 这个高考分数呢 我们也认可 就是学生可以来提供 网届的 下级高考的分数呢 来申请 我们这也是接受的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 今年我们特别开了一个呢 在广东省 只有广东省的考生 有这样的 这个 多一个机会 就是可以凭 就是应届 就是今年 一月份 刚刚考完的 这个 普通高中的 学业水平考试 这个中英数的 总分呢 来申请 如果这个分数呢 是超过340分以上 那么另外的话 你的英语的单科呢 是B级以上 如果是报这个 跟工程类相关的 这个工程学科的 这个科目的话 数学也要求一个 B级以上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来报 如果我们的学生 在内地参加一些 国际学校啊 或者一些 参加一些 国际性的考试呢 那我们也都有一些 海外的学历 我们也去认可 另外的话呢 就是如果这个学生 他已经拿到了 在内地的一些 大专的学历 或者本科的学历 那你也可以凭这种 这个本科的学历 或者大专的学历 来去申请 那当然到最后的选择 那我们一般都会 择优录取 但是呢 就是不管你是选择了 用哪一种方式 来去申请 就是一般这种 这种申请是代表了 你的这个学生的 一种学习能力的 一种体现 因为香港的 大部分的课程 还是按照英语来教学 所以说的话呢 我们还要求学生 去提供一个语言 这种考试的证明 那包括托福啊 或者是雅思啊 等等成绩呢 那我们基本上都 会来做一个参考 这个这些 这些信息呢 我们网上都有 这个网上都有 好了 那么这刚才 陈经理刚才说过 这个我们的现在系统 网上的系统呢 已经开通了 我们现在第一阶段的 这个截止日期呢 是4月30号 也就是大家都可以 先来申请了 大家又说 那我现在还没有高考成绩怎么办 高考成绩可以后谱 但是你现在先要把自己的 这个申请交上来 那么这个申请流程呢 就包括了报名 然后我们会安排面试 然后我们会出 这个录取生之初 之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得到相关信息之后呢 我们会支持学生来去申请 学生签证 那么基本上是 我们的开学日期呢 就是9月头 就9月初开学 关于学费 那么学费的话呢 我们现在两年的学制 每一年的学费呢 是差不多6万块钱左右 那么另外的话呢 香港的生活费用的话呢 大致呢 现在可能要到4万块钱 那么这些信息呢 这个网址呢 大家可以抄一下 因为这个呢 是香港教育局的网站 它会里面提供了一些 蛮多很有用的信息 就是如果你在香港生活呀 你要考虑的问题呀 包括医疗啊 保险啊 等等等等 它提供了蛮详细的信息 大家可以去 用那个网站的信息 做一个参考 那么另外我们还提供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是 因为上个礼拜刚刚批下来 所以上个礼拜参加 这个我们讲座人 可能还没看到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是会 实际上是VTC 一直有很多的奖学金 但我们今天会 这个再重新 多设立一个奖学金呢 金额呢 是港币6000块钱 那么大致上呢 会看参考学生的 这个内地学生的 这个报考的成绩 比如说高考成绩 在460分以上啊 这个十月水平考试 390分以上啊 或者呢 这个学生在过去 特别是职业学校的学生 如果他能够在一些 职业技能比赛里边 或者在和一些创新的比赛 体育运动技能 能够拿到一些 比较优秀的成绩的话呢 那我们都会考虑 对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这一部分的内容 热烈的讲声 谢谢熊树 那线上的朋友们 已经都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就 统一在这个讲座 最后的30分钟的时候 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线上的朋友 除了问问题以外 第一节的这个抢福袋 开始了 那你可以点击 待会儿屏幕上出现的福袋 我们在10分钟之后 会公布得奖的名单 那现在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特要嘉宾 移中航空服务有限公司的陈总监 为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行业的发展 就业的前景 有请Warren 各位中午好啊 今天很荣幸VTC 跟VTC一起过来 就是对你们说个明白 就是在VTC两年毕业之后 在香港如果是航空业的话 你会找什么相关的工种 那个工种是什么 那个要求是什么 因为很重要的 你在香港两年毕业之后 如果你愿意在香港发展的话 你会去找相关的行业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就来了 我们是一家 有70多年历史的地面服务公司 什么叫地面服务公司呢 就等于是国内在深圳 在北京在香港 看到一些地面代理服务 我们做的是旅客服务 停机坪服务 还有那个行李壮卸服务部 公司已经有超过70多年的历史 OK 其实我们是一家合职公司 我们有50%是香港那个中航集团 另外50%是香港的一核集团 香港一核集团跟香港中航集团 在香港机场的投资非常多了 除了有我们最我刚刚说的地面服务公司之外 有空运扩展 有航时 有航游 还有那个机务 都是在香港机场现在在运行的 所以是我们现在合职公司 我们代理的客户你会看到总共超过50多家 下面你看到的都是我们在香港代理的客户 有东南亚的 有欧洲 有洲际航班的 有阔运 也有客运的客机 除了香港业务之外 我们在云南也有一家地服公司 昆明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 我们在2009年 在昆明云南投资了一家地服公司 所以现在我们在国内是除了香港之外 在昆明我们也有我们的那个分子公司 这个是我们的里程币 我们是从1946年就是老机场 企德机场开启运行的 从现在差不多70多年的历史 你会看到一些里程币的就是 我们是香港第一个做A380 新加坡航空中80 第一家航空公司在香港做的 还有我们在2009年也在 全那个亚洲区拿到IC狗的认证 什么叫IC狗的认证呢 就是国籍民航主席 他为对每一个机场 对每一家地服公司做个考课的 我们是通过IATA 国籍民航协会里面 拿到那个IC狗的证数的 还有我们也跟国内很多机场 还有很多学院做一些培训的工作 最重要了 两年之后 你们真的如果想留在香港发展的话 如果要进出我们公司 我们是做什么 我刚刚也说了 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旅客服务 你在机场看到的 机机柜台 温讯台 请你查讯 登志考 还有归宾引领 我们在香港都有做的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也做停机坪 撞卸服务 客运的 航友行李的行李分检 我们都有做 最后我们做的是平行 那个叫飞机调度 可含战空气 那个是比较专业的 一个航班 它可以载多少旅客 我们是每一个航班 安排一个人去计算 那个飞机可以装多少颗 装多少旅客 还有我们也做那个机主管理 还有CLC CLC就是那个集中的配债中心 刚刚那个里程碑里面也说过 我们应该是在十年前 我们是全亚洲第一家做CLC 这是中央配债 新加坡航空公司 英国航空公司 跟澳大利亚航空公司 飞到亚洲地区的航班 都是在香港 我们公司做配债的 不管是飞去国内 日本 都是我们做中央配债 除了 除了刚刚说的一线部门之外 我们我们还有其他机关部门的 比方说我们有那个人才发展部 那个就是 员工加入到我们公司之后 我们怎么去好好培养员工 公司有一个指标 员工是我们的资产 我们希望员工可以慢慢去培养出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重点的 放在那个人才发展跟培训部 除了那个部门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部门 比方说流程要跨部 什么叫流程要跨部呢 就是一个工作 可能要五个人去做的 但是我们那个部门 可以把那个工作变到三个人 就是把那个工作理顺一点 不用太复杂 另外一个就是人力排班部 那个排班部 我们应该是在亚洲区 第一个用一个系统去排班的 公司高峰的时候 我们有2500多号人 只是我公司啊 不是香港市场 有2500多号人 怎么去把2500人放到 250个假期 对不起每一天250个假期 里面那个排班司统对我们是非常重要 最后就是我们有一些香港民航处或者是国内民航处需要的相关的 比方说安全啊 危机处理啊 品质管理 这个都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门 OK 刚刚说了很多了 什么叫地府呢 就是旅客服务 我们分了几个板块 飞进去就是在集机柜台 做什么呢 帮旅客办那个行李拖晕啊 啊 把音行李条 我说的不是一家航空公司 刚刚50多家航空公司 总共有30多个不同的系统 我的员工 我们就是要培养每个员工 比方说国内的东航 可能他是用一个自己的系统 但是你去英国航空坐飞机到英国的话 他是用另外一个系统的 我们有一连串的培训给我的员工 怎么去处理每个航班 去不同目的地的旅客的需求 除了那个之外还有登机口啦 还有那个归宾 我们也有票物 就是退改签 行李票物的处理 最后就是那个行李查询 来了香港 不是做工作 我刚刚也说了 我们公司希望的就是培养人才 怎么去培养人才 我们有一个振兴的梯队 从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初级员工 只好我们每两年 会有一个尊心的机会 我也是从一个集纪员开始 慢慢慢慢一路的 给公司培养到现在那个管理层的 在级培训 你在VTC学到的 跟我们的培训有什么分别 真的是有分别 他们是专业 但是我们的是比较最重实操 对实操 我用那个叫实操来说 所以员工来到我们公司的话 除了在VTC可以学到之外 我们也会提供专业的培训 就是实操的培训给我们的员工 那些都是一些员工在柜台上面 他自己独立香港的时候 每个员工后面都会有 我们一个自信的培训员 去确保员工是根据公司的柜张 柜张制度来进行的 除了那个之外呢 我们也会希望员工多学一点 你会看到很多时候 我们会组织员工去其他不同的部门 去参观的 比方说有去鸡瓶的 有去行李分检区的 可能搬运都有 搬运不是我要他搬运 太多了我就不意义说了 因为看到在2019年的时候 香港机场的旅客吞出量 是七千一百五十万 那个是我们香港机场最高峰 那个在2019年的话 我们排在全球第八 如果只是算国际航班的话 我们是排第三 第一是那个迪拜 第二就是英国的黑手 伦敦黑市路机场 香港机场是排第三 因为有些行 有些机场 它会跟国内国外的航班 拼在一起的 但是在香港 我没有国内航班 所以我们如果只算国际航班的话 我们在2019年 是有七千一百五十万旅客 但是我一看到疫情的时候 2021年 那个时候我们只有100多万的旅客 掉了非常之多 你也知道疫情的时候 航班没有增长 但是好处就是你看扩运 扩运还是有一个非常非常 强劲的增长的 香港机场应该是 我们应该是在2019年 是全球第一家突破500万 扩运的地区 现在香港机场总共有三条跑度 每小时的那个航班处理量是 68到68到85加次 你会看到未来香港机场的增长 是越来越多 我们预计第三跑度 就是在2024年 所有工程完工之后 我们希望香港机场的旅客 都能每一年可以超过一个亿 很简单的说 这个是我们香港机场第三条跑度 这个是我们新改的T2行家楼 后续我们除了有一个行家楼之外 另外这里会多一个行家楼 我们常常说大湾区大湾区 大湾区总共有9个机场 除了香港澳门之外 其他7个机场都是在国内的 最最最大的就是广州 也到深圳珠海 贝州啊 佛山机场都有 香港机场的概念是希望把大湾区 9个机场连在一起 我跟广州跟深圳不是竞争对手 我们是合作伙伴 因为我们飞的是国际航班 深圳广州飞的是国内航班 所以大家不是竞争对手 反而对学生对家长来说 来到香港你接触的更多都是外国人 更多都是说英语 或是说其他语言的不同的旅客 对学生来说是一个锻炼 绝对是一个锻炼 他喜欢在香港 可以留在香港机场工作 如果不喜欢也没所谓 国内我们有多少机场 230230多个军民用机场加起来 民航业在国内我只看到是越来越强 越来越大机会也越来越多 有地府的有空城的有寄屋的 年轻人的话可以多选一点 除了我刚刚也说除了大湾区之外 其他北香港每一天 或者是好像我们云南 我们云南的投资 我们去的时候只有10个机场 现在云南省已经增加到16个机场 增加到16个机场 机场是越来越多 民航业的发展也越来越多 民航业跟高铁 也是不是竞争对手 我们是同步把旅客输送到另外一个目的地 旅客有选择 有些人跟我说现在高铁那么发达 民航业是不是越来越维俗 不是 反而我会觉得我们可以互惠互利 这个也是香港机场往后的变化 这些的机会非常多 前景非常广阔 那JAS也提供非常完善 有系统的训练 那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我们的第二位的特要嘉宾 香港控运服务有限公司的 颜子华主任 Jason 来跟我们分享 有请Jason 大家好 非常荣幸可以代表公司 来到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 还有我知道在座 非常多的一些家长跟老师 也是对于学生毕业之后的一些发展 很感兴趣 那今天也希望通过我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一些发展的机会 让你们更加了解到 香港的一些发展 那首先今天我也会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一些背景 让大家了解更多我们公司 然后就会终点来了 就会简单介绍一下 有什么工作机会跟发展 最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 在我们公司的一个生活是怎么样的 员工到底工作的开不开心呢 也会跟你们去说一下的 那最后问题的话也可以楼到今天最后 一起提问的 那首先在香港的空运业发展是非常的迅猛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香港的地理位置其实比较好的 那距离接触到 世界上50多的人口的距离 海运机场的 现在就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背景了 那我们公司其实在香港也是非常多年了 那自从1976年起 就在上港起的机场开始启用 然后到1988年 在前往测量隔机场 然后在那边 我们也是耗制了10亿的美元 进建了超级一号客栈 也是全球比较大的一个 单一多城市的空运客栈 那我们公司的发展 其实一直也是非常好的 那过往的几年当中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啊 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公司都面临着一个倒闭 或者生意比较差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公司 就没有这个状况 我们就是历楼以上 这个分红甚至比 没有疫情的时候更加好的 这个也希望给到你们一个信心吧 那介绍一下我们的股东成员 那也是有比较知名的就是頤河集团 頤河集团可能 我现在这样说 大家没有那么了解 但是在上港的话 有几家公司 大家也是比较熟识的 也是属于頤河集团的 就是大家可能会 常常干顾的必胜客 还有美心集团 他们都是我们的同一个集团的公司 那我们公司是提供什么服务呢 那我们就是为客户提供 驿站式的客运处理服务的 那从客人手上收到客户 然后帮他们处理一些 然后到我们的同事 会做一些空运文件的处理 就是帮客人分类一些客户 到底是动物一些微型品还是怎样 因为客户跟人不同嘛 因为大家去过旅行 那你们可以自己收到 走到那个登机柜位去登机 对不对 但是客户不同嘛 他不会自己走嘛 所以就需要我们公司 帮客户处理这些服务的 那到了这个客户 进入到我们仓库之后 那然后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个停机坪的作业 就是把那个客户站在去到飞机 然后飞机就会走了 那我们提供的服务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 对于一些航空客户 因为飞机停在地面上的时候 就是最亏钱的 他在飞的时候是最占钱的 所以我们就是自力 就是帮客户用最快 最有质量的一些处理客户的方式 帮他们尽快从客户的手上 这道客户的时刻 然后尽快的帮他们上进去飞机 然后让他飞走 或者相反的 那个飞机下地之后 我们怎样用最快的速度 让那些客户从飞机上面 装饰下来 传到我们窗户中 或者交到我们客户手中 这些都是我们公司 为所有一直多年来 为所有航空公司 物楼公司提供的一个服务 还有我们也有一个叫HAKES 都是物楼支持的服务的 那他提供了什么服务呢 因为有一些公司 可能那些客户上 第一些客户到中国比较偏远 或者是那个机场规模 比较小的一些地方 但是可能没有直接到达的办法 那就可以通过我们HAKES的服务 我们帮他们直接上 这些服务送到那些地方 还有就是邮政服务 还有一些电子商务中心的一些服务 就是可能大家最熟悉 在香港如果做一些淘宝啊 京东等等的一些 电子网购的服务 怎样送到你们家中呢 就是HAKES也会有这方面的支持 然后最重点来了 我就会介绍一下 到底我们公司提供什么工作机会 与发展呢 首先我们重点就是 为各位将来 如果是周读VPAS的学生 提供三个主要的职位 那三个分别就是空运服务员 课运文员跟电视主任 首先就是空运服务员 这个刚刚提到呢 给到那个客户 然后就是也会牵涉到一些 先进跟支票 就是一些教授的手术 还有在我们公司的不同的一个系统 做出一些输入更新 客运数据的一些工作 还有最后也是最重要就是 他会用专业的态度 就是解答我们顾客的查询 因为我们的顾客 其实来自全全世界过地也有 所以对于这个语言能力方面吧 我们也也是希望大家 一边来香港学习同时 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 就是做好这个工作 这个空运服务员的一个深酬 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大概就是分为了两个工作模式 一个就是轮班制 一个就是全夜班制 那如果是轮班制的这个深酬呢 那他的工作时间上面也写的很清楚 就是每周工作5天 每个星期就是45个小时 就是每天就是9个小时的工作 但是也是需要不定时的轮班工作 那轮班就是呃 我们大概分为呃就是早班 中中班跟夜班 但是呃他那个轮班的模式 呃可能如果大家有机会面试的话 我们也会分享的更多 或者是那个轮班模式是怎么样 那他到那个月入的话 就是港币的16,800元起的 然后那个全夜班制的这个工作 时间他就会被轮班制的多5个小时 那就是呃等于每天工作10个小时 呃但是他就有一个好处 对于一些不太能适应轮班制的同事来说 那这个就是固定通宵班的呃 班制 而且他的收入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始终呃 就是通宵班的同事也是比较辛苦 所以他会也有上当当的一些夜班 增贴 所以导致他的约性会得到23,700元 然后就是这个呃 科运文员的一个工作啊 这个科运文员的工作 其实他主要是负责我们呃 呃客栈里面的一些呃 管理还有一些工作的分配 工作分配就是呃分配给一些体力劳动的同事 因为呃我们知道呃大家呃在做 如果将来是vipart的学生的话 他们也也会在通过 读就读vipart的课程里面 他装备了很多呃我们这个行业的知识 所以我们也会呃重点的就是考虑这些同事 作为一些处理文件还有管理的工作 而不是一些体力劳动的工作 所以这次科运文员也有机会去呃 协助到一个主任去分配工作 呃还有也是有一些简单的资料输入 还有呃解答客户的查询 那呃可以分享一下他的一个精心接替 就是呃一个科运文员 如果他呃经过呃大概两三年的努力工作 表现得到认可的话 他就可以进行为一个主任 通科运文员的一个工作模式 也是分为两种的 也是有人班制还有全夜班制 那轮班制的每周工作45个小时 每天也就是9个小时了 呃也是需要不定时的人班工作 那那个月收入就是16,800起的 也是跟这个刚才呃空运服务员一样的 那呃全夜班制的那呃也是可以看看这里 呃但是他的工作时间就可以比呃 刚才说的那个空运服务员的全夜班制小五个小时 那他的约约收益也会得到两万一千五百元的港币 那最后一个职位就是见识主任这个职位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面试过程里面 发现有呃哪些同同学比呃他的潜质比较好 那个语言能能力本身比较优秀的话 我们可呃就会照大气会考虑他做直接就作为这个见识主任的职位了 呃这个职位其实也是我们公司重点去培训的呃也是通过一年的培训 呃我们让他在不论在呃客栈里面还有停机坪里面 还有物流服务上个方面呃呃就是有不断的再次培训呃 呃通过一年的培训之后他就可以尽兴为一个主任了 他的生酬方面呃也是比较吸引的呃也是呃每周工作 呃四十五个小时啊他的起升点呢就是呃有18800到21100元起的啊 呃然后完成培训之后的那个生酬也是非常可观 呃也到了19300到27900起啊 那是为什么会呃有一个呃呃这个 这个增进的差距呢 因为呃比较高的一个生酬的话 就是呃属于一个在停机坪呃工作的一个同事 因为在香港的停机坪工作 其实也是比较辛苦的 需要呃呃白天就是就是不是一个室内的地方 在户外工作 但是大家也知道 香港的天气是非常的不稳定啊 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工作 我们也会有商量的补贴 所以导致那个生酬的差距会有一点的 然后也简单去呃给大家 呃看一下我们公司的有什么福利呢 那重点的话我们会呃呃可以介绍 就是农历年的发红啊 如果每一年的过年过值的时候啊 呃除了有这个扎持之外 我们呃公司还有一个就是呃一个月的的升金啊 也是给道理的 呃还有我们也有各类型的一些涨金 包括一些安全涨金一些呃出勤涨金 呃还有一些因为我们上港机场呃也是 在上港里面可以算是比较呃 呃边界的一些地方 所以呃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上港是住在市区的话 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呃 穿梭巴士的服务 还有一些照通 增贴给到你们的 还有一些呃关于医疗保险这些我们也会呃 cover 到 呃还有不同类型的榨器 我们也会提供给我们的员工的 呃关于呃对VPERS的学生的资助的话 我们公司大概会有呃这四种的资助给到 的帮助吧给到呃VPERS的学生 无论是实质上的还是一些 呃学习的一些机会也会提供到的 那学习的机会就是包括 大家在我们上港读书的时候啊 其实那个时间呃 其实大家在假期的时候 也是会想找一些工作去补贴一下嘛 毕竟刚刚啊 Steven分享到在香港居住的成本 也是呃可以说不便宜吧 所以我们公司也会提供一下实时的机会 那些实时是有有工资的 呃大家可以在一些谈诈啊 熟诈的时候来到我们公司实时 一方面可以更加了解我们公司的一些工作 一方面也可以给自己赚到一个呃可以说 这个工资的智慧 然后我们公司也有一些交通补救 还有一些奖学金给到大家的 那么也是分享一下在 客头里面的生活吧 那其实我们公司呃也是非常着重员工在 呃公司工作的时候的发展的 啊呃我们会提供呃一连串很多的一些互怀活动 大家看到有一些呃呃在 呃登山的活动 也有一些是呃在海上玩的活动 我们也会也有的 还有一些呃在职的培训啊 就是通过一些呃比较有趣的方式啊 让大家学到一些呃可以说是一些 比如说是领领导能力的提升啊 沟通能力的提升啊也会有的 还有一些实质的工作的一些训练 比如说啊这个呃在内地我不要怎么说 我们在上海做产 产车啊这个训练 如果学生真的有兴趣表现也符合 我们的要求啊我们也会考虑 让他去学习这个产车 还有呃我们公司也会呃 参加不同的一些运动比赛啊 或者是业界活动 比如说是慈善的活动 我们也公司也是非常支持的啊 呃比如说有些一些唱歌的 有一些足球的不同类型的运动也有 因为我们公司在里面本身就有一些呃 很大的一些活动传递 比如说一些猪球场啊 地球场啊呃 呃羽毛羽毛球场啊 也是可以给大家在这边 公寓时间在这边玩的 还有呃慈善活动刚才说了 我们也是非常支持的 呃然后在呃我们公司其实很多同事 也是那个氛围是非常好的呃 呃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些 办公室的同事在公寓时间吧 也可以可以到我们的办公室啊 玩一下这个PS5啊 呃然后我们每一年啊都有一些活动 在迪士尼里面去举办的啊 大家也是非常自己的参与的 然后还有每年我们也有一些呃 呃就是周年晚会啊 那里面除了请大家啊 期待好了之外 还有一些抽掌会有 非常丰富的礼物的 呃最后就是提到我们公司 其实也是一个绿色扩张 也是呃对于呃一些环保方面的 我们公司也是非常的注重的 好然后呃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吧 如果大家有其他问题了 欢迎大家稍后再提问 谢谢Jason 谢谢Tacto的严主任 那我们了解过行业的发展就业的机会之后 就是我们课程 我们VPACS相关的27个专业里面的 高级文评课程的相关的内容 那现在呢有请我们的Ivy 香港专业教育学院 商业系系主任 钟志斌主任为我们分享 有请钟主任 好各位来宾各位家长老师们 呃我是商业系的钟志斌呃 呃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商业系的里面的课程 呃首先我们要说一下我们的主题 我们是快乐的学习一个专业 所以我们这个名字是这个意思 还有就是我们里面的课程基本上是希望帮学生 连通全全全世界的好 我们先介绍一下吧 我们在香港的呃那个叫做专业教育学院 Ivy 下面是有吃个七个不同的学科 我们是其中一个 我们的学生大概有两千两百人左右 教职员大概一百人左右 呃我现在放一个视频吧 因为大家都看了一段时间PPT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介绍我们的课程的一个视频 麻烦你 赶紧 因此 我们赶紧 你赶紧 hypothetical 赶紧 赶紧 因此 faisait 世界有多大 取决于你的眼界有多大 我喜欢关注世界的潮流 更希望这世界也能回过头来关注我 欢迎你与我一同启航 早上货物还在海外 只需上网简单点几下 当天就能送到你手上 节奏就是这么快 因为物流 天涯秒变之时 一起掌握科技迎接新世界吧 这里有世界级的职业等你一展身手 具备专业认可 能让你更快和世界接轨 好好装备自己 让整个世界成为你的职场 运用科技开辟你的一片天地 未来的路由你亲自来领航 把握机遇 展翅高飞 以上三个课程均由亲医院校提供 除了宿舍外还设有VTC 航空及航海交易中心 设施崭新先进 预计2025年进攻 政府指定职专毕业生流港计划 VIPAS三个高级文凭课程 毕业生可留在香港工作和定居 不只打通你的未来 还有全世界 展翅高飞 未来可期 I V BUSINESS 航空运输及物流专业课程 乐学 专业 联通新世界 好 谢谢 刚才看到视频里面 其实我们要介绍到 有三个不同的课程 我现在来每一个介绍一下吧 首先有没有看见视频里面 有提到其实我们的课程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在这个VIPAS计划里面 因为整个计划里面 有27个不同的专业 但是里面只有几个专业 是有普通话教学的 我们就是有其中两个课程 是用普通话教学的 你看到屏幕上面 就是左手边的 就是空城能源的一个培训课程 就是航空机舱 与这个科运服务的 就是用英语授课 另外两个课程 一个是物流的 一个是关于航空服务跟运输的 都是双语的 学生可以申请 是选英语 或者是普通话教学都可以 我先说一下 我们的课程里面的一些 核心的优势吧 第一个就是就业的选择多 刚才听到企业里面提到 其实今天我们邀请到 其中两家 跟我们合作的企业 来介绍他们的职位 其实刚才看见熊次介绍的时候 我们合作的企业还有很多 所以如果入读我们这几个课程里面 毕业之后 那个就业的选择是最多的 另外就是一个蛮重要的就是 那个行业的标准 其实是国际化的 就是将来不一定要留在香港工作的 这个你学到的东西 放到海外放到内地 其他的地方都是通用的 那个标准 第三点就是企业的支持 就不用多说了 今天也请来了两家 往后还有其他的机会 也会介绍其他企业的一些工作 还有他们里面的工作的内容跟环境 最后两点就是刚才提到有个课程 就是我们得到这个物流学位的一些 专业认证 就是如果你入读我们的课程 你读完以后 你就能够达到那个专业考试 有部分的可以扩免 不用再去考的了 因为最后一点更重要的 就是内地学生来说 普通话授课 可能是对学习方面 有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处理的方法 好 这些刚才提到的两位企业 已经提了很多了 但是我想国内的朋友 可能要理解就是其实在十四五规划里面 然后课程里面的内容 最后的时候我也有一个二维码给你们可以下载 我们商业学科的那个小册子 就可以围续慢慢看的 一个课程是关于航空机船跟客户服务的 就是主要你看见左手边的同学 就是他们作为一个空中服务员的一种考虑吧 但是这个课程不一定是要做空中服务员的 其实其他相关的运输方面的客户服务都是可以做 可以做游轮的 可以做高铁的 也可以 因为里面服务的主要是教你服务的态度 专业的态度 这个课程里面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已经把香港本地的航空公司 他们里面专业基组人员的一些培训的内容 放到课程里面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读这个课程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正在学这个航空公司里面的标准了 不光是院校的 是航空公司里面的标准 我们学校里面设有这个摩尼机舱 还有这个摩尼登机柜 就是不用跑到机舱去 在我们院校里面已经可以实习了 那个就业的前景 刚才提到了 不一定是空中服务员 可以是机场的客户服务主任 可以是航空公司的地形人员 也可以是其他各种运输方面的乘务一些联络主任 也可以是游轮上面的大事 有一点可以提一下就是 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刚才我提到 因为我们引入了本地航空公司的一些他们专业的培训 所以他们航空公司会派他们专业的培训人员 过来我们院校去授课 这不光是我们自己院校的老师 还有航空公司里面 专门做培训的人员 到我们学校里面去教我们的学生 刚才片段里面看到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毕业生 刚才你看到就是 他到不同的地方去打卡了 就是年轻人很喜欢到外面去闯一下 看一些世界 到不同的地方去体验一下 所以如果学生有这个想法 这个课程就最适合了 另外一个我也介绍的课程 就是关于物流的 也说一下政策上面的支持吧 在越广澳大湾区规划里面 其实香港也是得到高道的支持 在发展这个高价值的轰运 还有高价值的这个海运方面 因为香港的物流疏漏的优势 必须要保持的 作为一个我们叫做敲击联系人吧 这个位置上面 香港的位置肯定不会变的 而且香港特区政府也自己制定了 一个现代物流发展项目的将领 里面有八项大的策略 还有二十项不同的行动的措施 就是说其实无论是中央政府 还是香港政府 对物流这一块 政策上面的支持是很大理的 好了 这个课程 也可以稍微一下二维码 看里面是读什么的 我们这个是很择中一个实物的训练 那学生基本上是按照物流公司 发地商 航空公司 还有客运上的一些 里面的行业的标准去培训出来的 这个课程你看到我把它标准了 就是因为它是有普通话提供的 就是学生可以选择用普通话上课的 课程里面的训练的材料也是全中文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 我们院校里面提供一个模拟 就是怎么样去训练那个学生 不用跑到机场去 不用跑到针对飞机去 试一下那个客运那个上下课 上下课的一个运作 可以了 我记得这个技术模擬训练系统 其实是训练什么的 我们这个VR的训练系统 是训练货机想落货的步骤 那我是不是可以都试一下 是啊 系统提供了四个模拟情景 我就选了社会训练做练习 这些控制面板、锁扣、机仓组件 真实程度更和现实一样 整个过程要用手制 一边看着提示指令 一边用遥控器操作 那些都是锁 你要解开它 蹲下解开它 现在你要出去 跟拿拌打的同事举好 他说可以了 你可以落货了 然后看看货柜 现在移出来到拌打那里 好 现在任务就完成了 玩了一会儿 发现想得到好成绩 原来也挺难 新手做训练 难免都会出现错误 透过VR系统 就可以减低 因为进行训练 影响到現实货运航班的效率 好 这个视频其实也体现了 我们应用科技去做这个训练 还有其实物流液 现在大概现代化 还有科技的应用已经很高了 所以不是一般以前 大家概念里面 做科应的、做物流的 都是体力劳动的 不是那种了 现在科技的应用其实很高的 好 那我也说一下这个课程吧 就是其实他就业的前景也是蛮不错的 在不同类型的公司里面 你可以做客运主任 可以做快递公司的营运主任 也可以做物流主任 而且刚才我提到了 就是我们得到这个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位 我们的毕业生可以申请这个扩免 香港部分的这个运输学位 专业的资格考试 那个是对学生来说 他们就业方面就得到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认可 好下一个我要介绍的是关于航空服务跟运输的一个课程 我也说一下这个政策上面还是支持的蛮高的 而且香港原本的那个交通系统也是很完善 在里面有不同的有我们看到左图就是有海陆轰这个课程 基本上它不光是航空还有陆地 还有海上面的运作都可以参与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也提到就是 不光是机场的运作 还可以参与其他公共交通 还有商业运输方面的行业 也是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的毕业生的 所以你看到那个昼夜前进了 我们就这个这个课程我们叫他做海陆轰 就是三个方面你都可以发展 你可以做车辆方面的一些管理 也可以做航运的一些码头方面的一些管理 也可以做轰运的一些管理 就是基本上这个课程里面的出路是非常广的 好这里就体现一下我们的毕业生到了哪里去工作了 有到机场去空运客栈的 有到机瓶的 有到机场服务的 有到航空公司的 也有到道轮服务的 也有到巴士公司的 也有到这个轨渡公司的去工作 基本上这个课程的出路就是 你喜欢只要你是喜欢关于运输的航空的 你都可以去那里去试一下找一下出路 好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其实这三个课程里面提供的一些教学的设施 有一个第一个就是航空跟航海教育中心 在2025年的时候就完成了 刚才也看到视频 我们也示范了一下 我们怎么样用科技去应用在我们的教学里面 也提到了 例如空城的 我们有模拟的机舱 也有模拟的这个机场的归位 也不要光是说读书吧 也有其他的学生的活动 例如说 他们会到其他的地方去交流 例如说 左上方都是一个到我们韩国去参考 其他的航空公司他们的运作 他们的安全 这个是示范一个安全的示范 还有右手边的都是到我们国际的 香港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码头去参观 还有坐下的就是到机场去参观一些 关于安全的一些时常的去看一下 机场的运作是怎么样的 还有右手边下面的都是 刚才提到的是关于一些专业的物流的学位 其实我也会让我们的学生 给他们一些专题的讲座 让他们对这个行业认识更多 支持的机构就是这里了 刚才也有部分的陈总都已经出来介绍了 我们就是跟行业的紧密合作 不光光是在校的时候实习的机位很多 还有就是毕业的时候也能够 因为他们实习跟知识两方面的合并起来 能够增加他们受评的机位 基本上我们毕业生的就业前进 那个就业率是达到93% 好 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这个二维码了 上面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所有资料 都在上面的那个二维码 你少了少一下就可以到你手机里面去慢慢看了 谢谢各位 谢谢钟主任 那接下来是我们Ivy工程学科的卢永泉讲师 有请Eric 谢谢 各位家长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刘永泉是代表工程师来分享一下这个课程内容 在工程合作当中有这个七个合作之一 我们是世界幼人 今天我们分享这个专业和课程内容有 这个航空温室及物流专业 还有这个海事服务专业 以当中有两个 从航空这边有两个课程 分别是飞机回收工程 还有这个航空系系统级营运课程 还有这个海事服务专业当中有这个海事服务专业 然后可以看见香港的工程级当中地域区区 从这个航空温室及物流专业当中 可以看到香港现在全面发展这个航空系统 以当中的局务职位有现在的六万五千个职位 预计可以到半一半 有四五多万个职位 以从香港的发展来说 现在我们的这个城市机场将来会转变到机场城市 还有这个海事服务专业方面 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有一些职位港口 从这个苏华华港口小区一种等等 以从这个工程专业可以看到 我们周一日机场之高 有六十一个百分之高 当中这个申求大于二十分之好 还有这个专业的发展 我们从技术为人都一路上 可以到这个工程师 还有这个手机工程师等等 另外整个工程科目当中 有不同的专业又有不同的工程工作可以给同学 另外我们Ivy的工程业业业业业合作 另外很多时机机机会可以给我们的同学 同时我们的合成也得到很多专业社会应可 营销性也相当之高 所以我们的医生跟不同的大公司都有收拼的机会 另外我们工程科目很注重这个专业折教 当中有一些不同的实力欲求 当中我们的工程科目当中有很高的应收性 当中三岸政府部门跟不同的专业团队 例如说浮游区 地点区跟这个门行区 海市区 我们的课程都是应可的 另外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个航空的课程 当中有一个就是飞机维收工程科 这个课程当中是让我们的学生 同时可以接受这个专业专制教育和飞机维收相关的训练 我们的课程也是跟这个门行区 一时区跟CAT B1.1和B2分离基地 当我们的同学 根据所有的基本训练之后 他们有机会可以跟这个文行区 配发这个飞机维收牌照 当中这个牌照是国际应收性很高的 他们也可以用这个应收性 我们可以转换到其他不同的飞机维收之类 当中可以有这个EASA CAAC或FAA等等 以当中我们的同学很多实物有不同的工种可以看到我们的优秀 通常是这个飞机维收人员 飞机维收工程师 飞机维收区画员等等 他们通常会到飞机厂不同的维收公司工作 比如说HECO,HECO,HECO,PAPAS,CAFE 另外我想分享一个课程就是我们的航空系统集营运过程 当中我会培训我们的学生在航空业 各方面的专业技术和技能 多云化的不同的飞机制作 多云化的航空公司与机场营运及活力 多云及满流及机场出租及安全等等 以当中他们在这个不同的飞机公司 机场当中的公司工作的时候 都很有很大的机会做这个不同的营运主任等等 他们也可以到不同的公司 比如说香港机场管理股 还有HECO,还有专业的航空服务公司等等 还有三个专业就是海事服务专业 这个专业当中我们有一个课程 以这个课程当中给教授我们的学生明白当中 我们的专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专业教育设施 我们刚才看过这个航空旗指航海交易中心 还有这个母艺资产运作中心 还有这个全能选拨 触控母艺中心 因为我们的同学在学习的时候 已经懂得精确 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跟这个行业做不同的处作 在这个航海中心当中 我们有分为四个区区 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右上角 右上角 当中这个飞机维收场地是我们最大的场地 还有这个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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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去学习的地方 工程师当中我们 学生有很多不同的国籍使作聚位 这个是其中一张照片 我们的工程师航空学生 跟到这个澳洲 这个王家屋一般大学 交流 从这个 slide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艾菲工程师学生跟海外 学员的交流 互房是很多的 有不同的地方 另外这个航空装裁当中 来说我们 接触不已经有 以为分别来自 维修工程的 张同学 他们现在也是香港 发运航空的工程师 还有另外两位 就是这桶舌跟这个 这桶舌 他们是我们 航空舌的高级门本 他们现在都跟这个 国泰航空做这个建架 议事 另外我们工程师 学生也曾经代表中国、香港参与世界之灵比赛 当中我们参加的三目分别有修华、华、剪辑、 自定义体化还有儿童知识的人 他们都能就在国际上取得优异奖章 这是工程师的分享 大家可以做这个QRQ参考更多的治疗 谢谢大家 谢谢Eric老师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Ivy酒店级旅游学系主理的 我们的叶玉琼老师Yuki为大家分享 有请 大家好 谢谢大家 我叫叶玉琼 我是机场演员管理高级文本的老师 我们的课程也是集权毕业生楼杆计划课程之一 我们也会提供英语或是普通话的收获 我们的课程计 我们的课程计 计划试物训练我们的同学 因为我们的课程 厂门覆盖航空业制式 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掌握机场 及航空公司的运作及管理 后层机员服务 还有绘画等 我们的学生需要完成工作实施 我们会安排我们的学生到机场 航空公司的不同相关的技巧 实施 包括香港机场管理局 航空公司 地面服务公司 机场规定师 航空文序公司 所以我们的学生会掌握不同 专业的技术和技能 希望他们毕业之后 可以投身我们的航空业 定好良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在课程会训练 他们有几个合成的客户 包括航空公司业务规划 和机场规划管理等等 航空公司业务规划管理 凭机品操作 和航空运作等等 所以毕业之后 可以重新相关机场 和机场相关服务业 在经历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 和精心维度到 和忠诚人员 包括机场营业主任 通运服务导导员 服务服务主任 韩务同酬员等机会 疫情之后 我跟我的同学了解过 我们的毕业生的周一楼 是不错的 还有如果是旅客服务主任 你可以看见这个 精心的介绍 大概六七八年的时间 其实可以去到 哪一个中层管理人员 当然呢 都有看看同学 他们的兴趣 他们的能力 能在哪一方面发展 我们香港各地机场 有很巨大的三跑的工厂 所以我们希望今年的年底 完成整个三跑系统的话 我们的业界更加发光发亮 还有这个航天厂 结合办公带楼 酒店 购物商场 餐饮场所 娱乐实施 所以将我们香港各地的机场 进一步成为机场城市 所以你会看到不同的业界公司 自己叫男人才填补人类水球的缺口 所以我们学院经常会安排不同的 业界感受 会我们的同学提供更加多的业界的剂量 还有呢 我们的课程会安排实地考察 业界感受 海外交流等活动 为什么呢 因为有加强我们的学生 机场就是 还有开拓我们学生的眼界 所以我们去过不同的地方 去参观停机品的运作 机场管理局 国泰航空 明汉处 还有混运中心 我们也会举办不同的交流团 这个是亚洲地方 我们去过上海 杭州 台北 泰国 曼谷 还有越南等地 也有海外的交流 澳洲的墨尔本 还有英格的高拉西哥 我们这个课程开班园校 香港专业教育学员黄鹤镜分校 我们位置于长沙湾临近地铁站 大概两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到我们黄鹤镜的园校 我们也会举办不同的活动 包括暗暗完成的篮球塞 还有不同的这些新竹 比如说星诞节 还有情人节 我们也会有不同的活动 还有国际文化日 我们举办西班牙节 所以我们的同学不但希望完成我的课程 希望我们可以给一个校园的气氛 让他们应识不同学习的同学 增加彼此的交流的机会 还有我们黄鹤镜的测试原先 除了一般的教室之外 我们看备游旅游及航空训练中心 希望提供一个模拟真实的工作环境 培训我们的同学 让我们看一看360度的盗栏 这下我们旅游及航空训练中心 这个就是我们旅游及航空训练中心 环境你会看到我们有一个模拟驾驶船 还有这个航空交通模拟驾驶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我们的同学可以了解地面工作人员 跟空中人员他们的联络 以及新航空训练的安全运作 还有这个系统 我们有一个核心的课目停机平运作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航班管理系统 这个航班管理系统 应用于不同的航空公司和机场 所以我们的同学会练习 如何计算飞机船课 朋友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计计就是一个机场会栏板 这是一个Multifunctional多功能的教师 我们的学生会用到这个多功能教师去上课 朋友做一些小组论 也有教师的扮演 最后呢就是这个传经萤幕 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可以了解世界各地旅游基训和面貌 最后呢 这个同学是我们第一班的同学 他来自内地 可以预计我们机场营业管理高级文凭的同学 我们安排他在飞机餐饮公司实时 我们听听他的分享 如何将课程的继续应用在工作上 你好我是CM 今年在机场营业管理高级文凭 二年级 在这个课程里面学习到很多有趣有用的知识 例如飞机装摆和餐饮的知识 暑假期间我在国泰航空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里面进行实习 主要负责一些办公室书工作 资料的输入和输出 因为这个课程里面学习过餐饮的知识 所以知道有些飞机餐属于清真 清真的处理方法在飞机餐上面要注意的地方 这些都是能应用在职场上面 同学们可以在这个课程里面发掘职位 每个职位有兴趣 将来毕业后可以不可输入职业 希望我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 我们的机场营业管理高级文凭的课程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叶老师 那我们期待了很久的这个答问的环节 就是现在会举行 那刚刚一直六位嘉宾讲的时候 其实我们线上已经受到不少的问题了 那现在有请六位我们的演讲嘉宾 来到台前这边我们准备这个Q&A的环节 那同时间 线上的朋友们 就是现在是最后一次的抽奖的环节 我们有五份的大奖 那可以按照屏幕双方的指示 参加我们的抽奖 那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讨论区上面 先把问题打出来 我们这边会尽量回答线上 先来是线上的问题 然后是线下现场观众的问题 那现在有请六位嘉宾来到台前 谢谢 那我在线上已经接到一些问题 首先是想问JAS的陈总 还有Hector的严主任 就是说粤语在两位的企业工作 是不是必备的条件呢 先陈总先吧 是的 粤语是我们必备的条件 但是其实我们代理的航班 很多都是国内航空公司的 所以如果它的英语水平达不到要求的话 我们也会安排他们做国内航空公司的 因为国内90%以下的国内航空公司都是我的客户 我们公司因为大部分的同事 也是本地香港的同事 如果说这次我们招聘的职位 都是上队算是管理前线的同事为主 所以我们对于语言的要求可以说 粤语其实也是需要的 但是其实我们公司 现在开始也不断透过香港的一些 输入劳工保充计划 就是引入一些内地的同事 所以我们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有 很大部分的一些前线同事 是普通话也是作为主有的 所以说如果这个语言要求可能在 你们读书的这几年之间可能也有很大的一个变化 好谢谢 那接下来的问题也是先问两位我们特要的嘉宾 就是什么性格 什么素质的同学 特别适合在这个航空空运业发展呢 两位觉得 其实没有说什么性格的 首先你要喜欢民行业 这个很重要 毕业之后 我相信你是喜欢民行业 这个心态就是你喜欢飞机 喜欢机场 喜欢旅客服务的话 我相信我的公司 我们的公司是非常非常欢迎 加入我们的团队 那么我们公司的话 其实也大致相同吧 我们也会欣赏一些 对这个行业有 越成的同学 加入 还有我们也是 因为我们的工作 公司本来就是 制成24小时运作的 所以很大部分的职位 都是需要轮班工作 能够接受轮班工作的同学 我们一定会忧心考虑的 好 谢谢两位 那也有关于课程的问题 这位线上观众 小兔子 想问Ivy的三位老师 想问上课的时间 是如何安排的 要不先Eric来说一下 工程系的专业 上课的时间 等课时间 大部分都是 从星期一至五 三五 八点半到十五 当中有很 大部分 应该说 大约有二十四星期 这课程里有 根据我跟刚才说的 飞机维修课程 我们还有 我们的同学 也有到HECO 做培训 这个是压窝的时间 就是这个 中文主任这边 分享一下商业学课那边 商业学课 其实那个课程也差不多 大概是二十小时每周吧 大概分配在五天里面 但是不是五天都要上课的 一般都是上三到十天 十天左右吧 有一天可能要去实习 也有可能有一天是 让他们回家做功课 这个复习也有的 大概是二十小时左右吧 我们会尽量约楼一天 让我们的同学 可以问习功课 可以圆强他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课程的时间 设计差不多 好 谢谢三位老师 那最后一条线上的问题 之后就会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 那这条是问熊处长的 是小西想问 他是福建省网届高考生 那可以报名这个VPAS计划吗 可以 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全国高考 下级高考接受网届高考成绩 好 那看看现在现场的观众 有哪一位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的 有请 我记得一些问题 就是晚届生可以申请 那年龄有限制吗 年龄没有限制 然后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咱们这个企业 就是也有讲到一些岗位的推荐 那比如说航空 就是商业的这些专业 那像30岁以上会适合吗 就是在就业的时候 它有没有一些年龄限制 其实香港是没有就业的年龄限制 我们公司的群队里面有年轻的 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 你说40岁都可以 对 然后那个就是 不是有一个政策说应届的 那个广东级 今年应届生可以评 那个会考的成绩申请 那如果是二三年的 那是不是就不行 二三年的是不是 如果是晚届生 二三年的 网届生不能评 就是因为今年二四年 它拿今年一月 本来是今年高考 就这个道理 就像我们去年的成绩 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各地的分数线 事实上是不太一样的 有的地区 像本科线也就三百九十几分 那我想问一下 那咱们申请这个高级文凭 会不会看各地的分数线来决定呢 不会 就是我们现在定的这个就是一刀切的 就一刀切的 那如果是美术生的话 它是会参考它的美术分数吗 会看它的文化成绩 那都太难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像有一些地区 他们是初中毕业后直接读的五年专 等于说他没有中间的高中毕业证 这样可以申请高级文凭课程吗 我们主要在这个阶段不是看它的高中毕业证 还是他如果是有下级高考 比如说他如果能够参加下级高考 他好多这种他本身也参加不了 好后面的观众 对可以发问了 各位领导你们好 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正在读大一的大二的可以申请吗 可以就是你可以就是他现在还没有本科证 但是他可以评网界的高考成绩 那第一是评高考成绩 还需要校内比如说读大一大二的那个成绩吗 那个成绩我们是用来参考 就是目前来讲的话 有的是 因为我们如果你们在交申请资料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要希望提供一些校内成绩 那个是主要问来做参考 做参考用来就是说 一来是我们可能会给一些有条件的 就是因为有的学生他可能各种分数还没有齐全 这种条件之下的话 那可能是做一些参考 来考虑出一些有条件的录取 那么简单说如果你有成绩的话 你可以提供来做参考 但这个不是必选的 我明白了 就是总之最重要就是你要有高考成绩 提供你的高考成绩这是第一 第二如果说我已经大专毕业了 我拿大专的毕业证绩 大专读书期间的成绩可以申请吗 对 这个拿大专是拿大专的学历 这个是最主要的 但是你要最好也提供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校内成绩或者当时的高考成绩有的话 那么也都可以作为来参考 但是不管你拿什么学历 刚才也提到 就是你必须有一个语言的分数 或者语言的考试 不管是托福或者是什么 这是因为这个学习能力 跟它的语言还是两条线 还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年龄 比如说我已经30岁了 打个比方说 他已经比如说大专毕业 或者说高中毕业有参加过高考 那你30岁了也能申请吗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再说 第一我们没有这个年龄的限制 这是一个 当然到最后我们也是择忧录取 就是看你的分割条件 这个单独评估去看这件事情 那么刚才也说了 另外一个大家也要留意这个政策 是就业政策 那就业政策 刚才有的问题就是说 香港对于一些工种 有没有一些年龄限制等等 那么基本上是 大致上没有 那我想提 因为之前我在 我们的微信答问题的时候 有的是可能临近退休年纪来申请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点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 这个这么一个意思 对 好好好 谢谢我问题问完了 谢谢 好我在线上这边也有一条问题 是李同学 关于对在Tacto 还有JS实习的机会比较感兴趣 所以希望Jason再分享一下 申请贵公司实习的话 大概的安排大概应该 一般是怎样的 因为我们本来公司每年在一些 比如说寒假 暑假的时候 也会招聘一些学习生来到公司工作 他们就会以一个兼职的身份 在我们公司工作 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培训给他们 就是他们的一些工资 也可以按那个实习是去计算的 好 陈总这边 关于实习能不能再分享一下 好 我们跟Hector也一样 如果学生在读书的时间 他想在我们公司做一个实习生的话 我们是可以有那个安排的 因为对于学生也来说也是挺好的 他在课堂学到的 他立马就可以在机场上用到 我们是开放的 对于那个实习生 好 谢谢 谢谢两位 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 好 后面 后面 你好 这位先生 我想问一下三位课程主任 就是咱们的这个用othm申请这个中文课程要不要加语言呢 你是说申请我们的课程的时候对那个语文的要求是吧 不是 因为我们这里是英国othm课程中心 那么如果说我们很多学生都在学这个课程 那么想转入你们这个计划的话 那个要不要加个语言 多福雅思的 申请 基本上就是我们要 就是基本简单来说是要 就是说对于就是对于一些国际系列的课程 或者国际就是课程的学历 完成了之后 那么这个情况我们是单独来看 那你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可以就线下再问一下 中文课程要不要加语言呢 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的中文课程 它也是 它对于英文的语言要求是一致的 就是这个是没有区别 就是不管我的中文课程 还是英文课程 虽然用中文教学 但是对于入学的英文的条件是一致的 没有区别 那个亚思托福的话要达到多少 亚思是五分 托福的话上网再看一下吧 这个因为这个都有 好的主任 谢谢 这边 老师我有个问题 就是这边不好意思 对就想问一下这个课程 它的一个毕业的一个毕业率是怎么样子的 就是 也是不是要通过说像写论文 或者说就我们正常因为是全日制的课程 对 那个每一个课程其实 其实这样说吧 那个毕业率不好说 因为每一个专业有一点点差距 但是还是蛮高的 当然它 我们没有写论文这块 这块因为那个是本科的一般的要求 但是我们也有一些不同类型的平和 有有作业 有测验 有考试 还有一些是项目专项的一些工作 基本上那个平和的类型还是蛮多的 是否那个专业里面要考核的是什么内容去设计的 好的 谢谢 下一位现场的观众 蓝色衣服的这位女士 想问一下实习和就业这两个问题 是学生自己来申请 你比如说两个老总的公司 他们学生自己来申请 还是有学校来组织申请 无论是实习 第一个实习吧 第二个是就业 这样就是说 因为香港政府的政策是我们这样的 就是本科一样 高级文明的学生是只可以参加实习 不可以参加兼职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实习的话就是一定是跟学习内容是相关的 那么实习内容相关 基本上它的要求是说要不然是学校组织 要不然是学校认可 这两种 那在实际的过程中呢我们也会都有 就是一种呢就是属于学校跟企业 就是学科组织好来的 那么有的是学生自己找的 那是要得到学校的认可 这个是实习问题 是吧 然后就业它那个就业也是由学校来主导 主导呀还是他们学生 你比如说现在这两个航空公司 然后是不是现在目前给我们VTC有对接 那么就是毕业以后 他们就可以直接有学校组织对接这个 对对对就是我们都 学校会安排一些招聘的一些活动 那么企业当然也会 他自己也会每年都有招聘的活动 那我们会有强量把这些信息串接起来 这样的那当然最后的话呢就是双向选择 这个这样的情况 他这个招聘也是像咱们内地这种校招吗 到学校去吗 对有的会到学校 有的是他组织我们 他在外面搞 我们也有组织过去都有 哦 明白了 谢谢啊 线上的Ivan也在问 因为刚刚那个奖学金是新公布的 所以他想再跟熊处了解多一点 关于奖学金的内容 奖学金是这样的 刚才有就是 像是VTC也一直在做不同的奖学金项目 那么我们现在刚刚 就包括刚才有企业也提到 有些企业他也会再拿出一些奖学金出来做 那么事目前来讲 我们现在公布的这一个呢 就是新公布的这个呢 就是每一次性是六千块钱 基本上是看你要不然你的学习成绩 要不然是看你有什么 就是在一些比赛或者有些拿奖的 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学习成绩的话呢 现在就是如果是凭广东省 就是第一呢 这个学习成绩我们现在只看硬届 硬届考试成绩 盲届的不看 那么硬届的考试成绩 如果是就是学考分数在390分 然后高考成绩在460分 就是今年的这个成绩的话呢 就是可以去申请 就是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到最后的操作呢 就是然后如果是另外的话 就是在这个 如果是大家有在一些市级 省级或者是这个就是有一些比赛 跟职业教育相关的 或者体育相关的 或者是其他学科相关的 有一些比赛这个拿奖的话 那么也可以把这些资料有一个提供 那么我们也会参考 就考虑这个奖学区的发放 好 看看现场的朋友们 这边 这边 这边先 你好 你好 我想问的是因为这个VPUS呢 我看都是讲一些就业的计划 然后如果学生他读完两年之后 他因为我刚刚看到有MT嘛 MT他们到了更高的职位 肯定要去一个更好的学位 那么如果他读完了这个 他不就业 他去跟你们VTC 后面的新名页那些是都没问题的 没有按那个VPUS这样走的话 他一开始就专业之后 对 他这个升学呢 他如果是有 会有几种情况 一种就是如果你在毕业之后 你马就是 就刚才的图也考虑到 就是一个就是 你首先在毕业那一点 你要先做一个选择 你是想就业还是想升学 那么这是一个点 那如果你是说现在 如果你当时选择了去就业 那你就进入VPUS的计划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比如说你过了两年之后 如果你决定 那我不想再做工作了 我还是想再找寻一些 深造的一些机会 那你可以选择再重新申请一个 这个学生签证 或者当然你要报考一个学校 拿录取之后拿到学生签证 再去做一个全职的学生 来去读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再跳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的 就算是他读完了两年之后 然后参加了VPUS的计划出来工作了 然后他如果再想继续分级分造 这个也是可能没问题吧 因为那个签证我看是因为是给你是就业的 所以刚才说的是就是 你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会有一个换签证的过程 就是说应该是在VPUS的时间 他给你的签证只是允许你就业 那如果你去申请了一个本科 那你拿到了一个学校被录取之后 那你要到一边再去换 换成一个学生签 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刘福认证的问题 因为刘福认证他认本科以上 就是他就算是在香港很好的就业 但是大湾区现在紧密联系 这个努力大家互认是很重要的 对 刚才我们在一开始 因为现在在去年的试证报告里面提到了 香港政府也在试证报告里提到 会和广东省去推进高级文凭阶段的副学位 包括高级文凭和副学士的互认的工作 所以这件事一定会发生 因为如果大家留意到澳门的副学位和内地之间 在2019年已经是忽认了 那么香港的话现在是2023年的 其中报告里提到这是一段工作会推进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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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现场的朋友我们再等一分钟 因为线上那边呢 直播的时间差不多了 所以呢 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春节过后3月2号也是周六 也会继续安排这个职专毕业生流港计划的讲座 那3月2号的是工程主题的 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报名 到时候就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春节来了 就先祝大家万事如意 学生同学们考到好的成绩 顺利拿到VTC的offer 那谢谢线上的观众朋友们 uries2号的情绪 评讯评论